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产业扶贫让绿色农业发展意识 在贫困地区落地生根 希望能带动整个农民朋友 带动整个产业链来走向更健康 产业扶贫在康宝 去角三农正在播出 好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来说一说脱贫攻坚产业扶贫 脱贫攻坚是一场硬仗 那要打好这场硬仗 产业扶贫是重中之重 河北省张家口市康宝县 走的就是产业扶贫的路子 他们与食品企业康师傅联手 大力发展蔬菜产业 利用升级版的企业 加基地加农户产业链模式 展开扶贫攻坚 那么这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扶贫路径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我这里现在拿着的 这个方便面的调料包 里面大概有五六种 原材料农产品构成 这些蔬菜都是由 河北康宝的农民种出来的 别看这个调料包份量虽然轻 但是它对当地贫困户的收入增加 却做出了不小的贡献 因为我们工厂整个的每年生产 大约30一包方便面 那我们对蔬菜的需求呢 大约每年都是上万吨蔬菜的需求 30一包的方便面 需要上万吨蔬菜 而这些蔬菜大部分来自贫困地区 在国家级扶贫开发重点县 河北省康宝县 就有一个五万多亩的蔬菜种植基地 专门为康师傅提供蔬菜原料 经过这个温差 昼夜的温差 它的糖分比较好 它的绿度也比较好 无论是面对谁 只要是谈起原白菜的品质 康宝县 农望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张建亮就有说不完的话 它这个好 你看那个葱绿度 我们这个生产度的产品 它必须得达到95%的绿度 像这个掰的 像这个东西 里边我们就扒开了以后 现在我们能做到九成 康宝县属于张家口市 属渊山至太行山连片特困地区 和张长坝上深度贫困区 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线 这有点实际情况 现在政府从实际考虑 在取得上级的支持下 从目前把残业就业 作为脱贫攻击的最大的一个着力点 也就是说把产业扶贫 作为一个突破口 康宝县农民大部分 以种植和养殖为生 尤其是圆白菜的种植 在当地有着悠久历史 圆白菜这个它是很传统的 最早的是种植的 从我刚董事那会儿去 康宝县就有种植一个的传统 康宝县对种植这种的蔬菜 有经验 有传统 然后有各方面的资金注入 最早就泄边鼓励种植 但是过去的康宝交通不畅 信息不通达 一方面在外来客商面前 没有多少溢价权 另一方面对市场行情 缺少判断能力 容易跟风种植导致滞销 以至于当地常有 风产不丰收的说法 而且随着市场发展 消费者对圆白菜的喜好 也有了改变 但后续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 农户的需求 客户的需求 需要那些小菜 家庭人口少了 所以对大菜需要少了 尽管市场需求变了 但康宝县农民 并不愿意放弃 祖辈保留下来的 大个圆白菜的种植 与之相伴的就是销售难得痛 一年那年就买不出去了 我们地里边缺多人了 缺多人了 老百姓没办法 菜的一般都是外边的商贩来买 买走就买走 买不着就扔地 卖不着自销吧 就自销嘛 老百姓就赔钱嘛 针对这种情况呢 现在也在谋划 在招商方面 针对这个发展传统产业 继续发挥我们的优势 所以引进了有加康的蔬菜 它的这个需求正好 是和我们传统产业 是能切到一块 既满足了老百姓的需求 又把以前的传统产业发展起来 又让加康 把一二三三深度融合去发展 通过各方面的融合 和集中发展 助力全县的脱平事业 加康农业科技食品有限公司 隶属康师傅集团旗下 年加工新鲜蔬菜能力 达100万吨 2014年 公司在康宝县建立生产基地 并将全国业务 逐步转移到康宝县 一袋小小的蔬菜包背后 是一条完整的食品加工生产线 它解决了蔬菜产销脱节 附加值低的问题 至少为贫困户提供了 三种脱贫的可能 租地 种菜 到工厂上班 我想整个康师傅 我们的用量是非常大的 所以说我们也带动了 我们的农产品的需求 我们的农户 也通过加入我们的供应链 然后实现了整个的支付 张志连是康宝县 张继镇 张继村的村民 是当地建档利卡贫困户 同样还是种植10亩的原白菜 但是和以前相比 蔬菜价格提高了不少 为了减轻贫困户的负担 康师傅旗下的蔬菜脱水企业 还附带帮助村民们 解决了一揽子的问题 康师傅集团通过自身技术和规模优势 建立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 带动贫困户脱贫 现在一个辐射7个乡镇 48个行政村 总面积达5万亩的蔬菜基地 已经出具规模 希望能带动整个农民朋友 带动整个产业链 来走向更健康 也让我们的农民朋友 在这个产业链里 来获得更多的收入 来发家 来支付 把家康引到我们康宝 在我们康宝 去年种个几万亩 两万多亩 现在在康宝 每年的种植面积 大约就是在3万亩左右 1万多亩高丽菜 1万亩的红胡萝卜 张建亮曾担任康宝县 张继镇 张继村党职部书记 现在的身份 是村里的蔬菜合作社理事长 像我们这个合作社 我们自己合作社内部 就有800多亩土地 集中周边的老百姓 37户 一共我们大约的面积 土地面积是4500亩左右 每年大约是给家康 种个4000多亩蔬菜 老张告诉记者 自从康师傅的蔬菜脱水企业 来到康宝 全县的蔬菜滞销 就走出了以前的困境 今天我们订单的蔬菜 是2毛2 现在我们已经 当时订单订的是 保底价2毛2 随行就是 市场涨 这个企业也涨 现在我们收购价格 就是2毛8 老张说 他们现在种植的 全是有机蔬菜 不但价格有了保障 就连技术 康师傅集团 也给予大力支持 那我们利用自身的一个技术 以及规模优势 来通过这样大数据的一些分析 来辅导农民 来进行个科学化的一个种地 以及管理 那这样呢 对我们一个自身的产品质 也是要提升 也有很好的一个效果 蔬菜包供应链上的种植户 必须满足方便面生产 所需的现代化安全标准 避免农药残留 这种上下游分工 促进了食品安全意识 在康宝的落地 如今依靠魏康师傅提供有机蔬菜 合作社的收入一路看涨 在这两毛二的行情下 我们就是一千块钱的收入 利润 你看一万斤嘛 一亩产我们达到一万斤 这两毛二 这不是等于就是说 两千二百块钱吗 我们的称谋价 大约在是一千五左右 这儿是大约在一千块钱的利润 如果今年要提高到两毛八 我们农民多增加了六分 就能多增加六百块钱 也就是一千六 老张告诉记者 现在的合作社光凭种植原白菜 就能让贫困户 每户平均有六千元左右的收入 等到胡萝卜收获的时候 他们的收入还会增长 现在正是胡萝卜收获的一节 你看我生活的这个场面 大概有五六十个人 场面还是挺大的 当时老张告诉我们 他合作社种植的这些胡萝卜 都是康师傅这个企业的订单生产的 那么今年的效益会怎么样呢 他叫张满福 康宝县 张继镇 张继村的村民 也是一位建档立卡贫困户 今年种了五亩的胡萝卜 老张告诉记者 以前种蔬菜老是亏本 所以他把家里的五亩耕地 流转给了别人 这两年 看着别人种蔬菜赚钱 只眼红的老张 一等流转鞋一期满 就收回耕地 自己种了起来 所以我看康师傅来的 要的这个胡萝卜 是我自己一个做事 一目的小经营材料都餐一半钱 今天今天是最多买二毛三毛 今天康师傅都买五毛钱 小大好 胡萝卜 和圆白菜都是康师傅方便面调料包 所用的蔬菜原料 有一整套严苛的技术标准 所以老张他们种植的胡萝卜 全部使用农家肥 确保蔬菜品质 这家也是咱们合作社的成员 他自己仍然有五十个羊 他一公斤有三十亩土地 到五十亩土地 他把那羊缝 全部就放在他的地里边了 看这萝卜也不错 小刀好 搬一个我看看 看看这萝卜也小刀好 是吧 这个一点小 有点秀 有打这个 有打这个秀 打秀 康师傅多拿住了 这个小店也有 小店也有 现在康宝县结合自身特点 不断引进大型社农企业 利用产业发展 让贫困户实现就业脱贫 如今以需求为订单的精准产销 和以净菜脱水蔬菜精深加工为主的 高附加值产销 不光保证了康宝农业的高效高产 也解决了康宝长期以来 风产不丰收 粗放产品附加值低的问题 像加高脱水这样的企业 为全世界的脱贫工业事业 助入活力 增加收入 解决贫困或者收入问题 助帮助扛保的脱贫 现在这个加康来了以后 首先我们有稳定的价格 我们老百姓重点放心了 你看我们今天是原白菜 现在地原白菜 全是走这个加康的 我们的公司也会 现在可以讲 未来大家可以看到 更多的新产品 更环保 更健康 更美味 我们康师傅会用不断的新产品 来让我们的 满足我们的消费者 也让我们农民朋友受益 银当说 康师傅与康宝县的合作 是一个很有价值的 产业扶贫的案例 他们从最基础的农业产销合作 到升级打造出 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的产业链模式 从推广有机农业来优化产业链 到促进绿色农业发展意识 在贫困地区落地生根 用共赢的方式 推进着精准扶贫和企业发展 那这样的产业扶贫之路 必定会越走越宽 种植原白菜本是康宝的传统 但是它却没有能力 让人们远离贫困 康师傅用现代产业改造 这样一个传统农产品的种植 加工销售过程 得到提升和延长的 原白菜产业链 获得了全新能量 带动康宝人脱贫致富 市场血脉不通厂 资源就无法变成财富 产业是财富的生产线 能够为一个地区输送资金 技术 信息 市场渠道等经济血液 康师傅这样的企业 自带产业链 拥有上下游多种资源 他们的参与将产业链 直接延伸到了康宝 财富的血脉接通了 脱贫致富才有可能 又到玉米收割季 如何避免收割机伤人 大型稻田艺术景观图 刷爆朋友圈 高铁上观看稻田里的 视觉盛宴 更多内容稍后播出 玉米收割机伤人事件 每年都有发生 而今年的情况特别让人揪心 进入10月份以来 仅在江苏省徐州仁慈医院收治的 因为玉米收割机造成的损伤病例 就有数十例 唐师傅躺在病床上 双臂 前臂已被截肢 说起受伤过程 唐师傅非常悲痛 事发时 玉米收割机还在运转 唐师傅赶紧向身旁13岁的女儿 和身患残疾的妻子呼救 我就听她讲 快停下 快停下 我家女儿就搁这下苦痛 等到村里人赶来时 唐师傅的双臂已被卡在机器里 二十多分钟了 手一直在里面是一个 角磨的一个状态 所以说那个机器磨机器 磨手磨人的皮肤非常热 两只手都已经是 来到时候已经没有办法保了 唐师傅一家四口人 两个孩子都在上学 妻子有残疾需要长期治疗 一家人的经济收入全靠唐师傅 今年她东拼西凑了五万多元 买了台二手玉米收割机 本想替农户收割玉米赚点钱 没想到第二次出工就出了这样的事 她的肢体虽然很短 想给她就是留着在短的基础上 能不能再留着更长一点 对她以后的工作 对她以后的生活虽然有影响 你就把这个影响降到最小 在徐州仁慈医院重症监护室 有着同样遭遇的宗师傅 正在接受治疗 把大腿整个上段 大面积的皮肤似妥 脊肉血管神经完全断裂 术后今天是第四天 恢复比较良好 下肢通血也比较好 患者的全身情况 感染迹象不是太明显 得到了这次这一个大指提损上 还是比较冲通的 据医生介绍 几乎每年秋收期间 医院都会收治不少 因操作玉米收割机不当 而受伤的患者 今年尤其多 10月份以来 仅徐州仁慈医院 就收治了玉米收割机 损害的病例54例 其中因伤势过重 无奈截肢 共15例 都是于疲劳作业 体验比较简陋 还有一个就是一些违规操作 在这儿我们要提醒 玉米收割机的机主们 驾驶玉米收割机 是一件辛苦事 挣了也是辛苦钱 但是安全驾驶 安全作业 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前段时间 一组广西高铁沿线 大型稻田艺术景观图 是刷爆了朋友圈 不少网友看到这些 想象奇特的图案 都忍不住双手点赞 来吧 一起去看一看 在大家的印象中 稻田总是绿油油一片 然而我们现在看到的 这些稻叶 有紫绿白黄四种颜色 这是因为村民在这里 精心布置了一幅 八仙过海的稻田艺术画 和仙姑 铁拐李 吕洞宾 寒香子 这些传说中的神话人物 跃然于稻田之上 这幅面积约八十亩的稻田 是在半月前种下的 稻子越长越高 这幅画作也越来越生动丰满 不少游客带着一家老小 慕名而来 在画作前拍照留念 幻然一心 耳目一心 有一种就是艺术的感觉吧 我就感觉到 它把这个已经升华了 不过比起这幅 八仙过海稻田艺术画 在两公里之外的 稻田艺术画作组群 更显大家气派 这些画作分布于高铁沿线 占地面积总共达到 五百七十七亩 其中展示了 冰阳泡龙文化 城信冰阳 昆仑关 菜市书院等多个主题 据了解 这些构成画作的有色水稻 源于中国的古道种 天然有色水稻 没有什么有益的 这样去展色 从种植下去 一直到它收割 它都是我们的一个观赏期 最起码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观赏效果 至少可以维持一百天左右 随着高铁的脚步 广西传统文化 将借助稻田加艺术的形式 传播到远方 与此同时 这些稻田艺术画作 也让村民的腰包鼓了起来 然后农民一亩 大概收入 大概只有三百多 四百块钱 那现在我们做到 稻田艺术的话 每亩它们产值 比原来都翻了一倍 我们大陆村有六百多人 真正在家住的 只有两三百人 我们也想通过 这个第三产业 或者是其他的 把人 元气把聚回来 好 再来看看 其他方面的消息 近日 测土配方施肥 国际论坛 在山东省林树县召开 本次论坛 以聚焦测土施肥 解析关键营养 赋能未来农业为主题 探讨测土技术 及如何科学施肥 我们要根据土壤中养分状况 然后根据作物 来决定施肥量 我们如何来知道 土壤中的养分状况呢 我们就必须得通过 化学测定的方法 论坛期间 全球专家企业代表 农资经销商及种植大户 针对如何合理化 及体系化运用测土技术 展开讨论 共同探寻精准施肥 及精准农业发展之路 探讨世界农业 可持续发展之道 有的地方 比如说这个甲缺 那就补甲 有的地方缺氮 它就补氮 这样它这个肥料利用力 就非常高 那么这样的话 也减少浪费 也减少污染 这符合呢 现在农业的一个发展趋势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如果你想了解 更多的节目信息 请您关注我们的 官方网站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移动客户端 也可以通过央视网 查询浏览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关注 去郊三农栏目的 官方微博 微信 给我们留言 欢迎您提供新闻线索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去郊三农 明天我们再见